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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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二话不说 直接跳进摇滚区与垃圾堆围伍 脸上表情气扑扑紧握手机录影 恶狠狠逼着前方嘴里还念念有词 清洁队员倒是相当冷静 日前台东一间连锁超商店长 刚开始试图把超商垃圾交给清洁队处理 但被告知这属于事业废弃物 必须交由专人收运 后来店长从对面住家 带垃圾来丢还是遭清洁队员拒绝 甚至当场打开他的家庭垃圾 检查有没有混入事业废弃物 他起的怒控清洁队处处针对 带到机会跳上垃圾车妨碍公务 垃圾车上面有很久吗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那垃圾车不管开走 对啊 就停在那边 你们觉得这样很危险 很危险啊 随便跑进垃圾车当然非常危险 因为垃圾车几乎都有电动压缩功能 平常清洁队员也会站在旁边 协助民众倒垃圾 避免意外发生 事后超商店长也坦承 当天是不小心情绪失控 很抱歉影响其他住户 五次世界列宪都会发生 别人再来说 不是说话 就是什么 就是说话 还有三次世界列宪都会出现